《梦想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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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刷下劈下去的 然后这次呢 其实我到上海 就是帮我弟 做那种幕后工作者吧 我看到他练功 我说的时候 也挺有点羡慕技术恨的吧 没想到我又复活了 非常开心 我又跟他同台PK了 我想把他劈下去 希望你的幸运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谢谢我们的幕场观察员 也谢谢尹苏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很精彩 但是接下来 要请大家忍受一段无聊的时间 因为华语乐坛 最无聊的男歌手 就要登场了 刘教授 请看大屏幕 刘教授红了以后呢 被评为本频道的优秀员工 我们谁那么事情 他都是冲在第一线里 刘教授 刘教授把这个泡面帮我扔一下 刘教授 拿下文件 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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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来啊 说实话很多人都会觉得 看不懂 为什么我能够紧急 是因为我 一直都在用一个很诚恳的态度 在说真话 用一个很认真的态度 去做 你们觉得很无聊的事情 今天现场的这场活动呢 就是我中国达联秀回到武汉之后的第一场粉丝见面会 刘教授 刘教授 你红饭 你知道吗 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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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是上海东方卫视 特别跑到武汉来 猜我们的这个情景 千万不要让上海人觉得我们武汉的不够乐情 好吗 来 你们想看的是 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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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不要播出去啊 在所有人的眼中吧 我也能够让你们看到 我才是真正这个 拔人秀舞台上的一匹黑马 有被 cold 为了 也尽是真正的 用不过的 照你惯 我不要不想要你惯 你惯你惯 你以为你是哪个算 提 format 叫你惯 我不会要不想要你惯 我不要不想要你惯 你管你管 你义无畏你是哪个算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要叫你管 自己的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我就是一笔黑马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要叫你管 我就是一笔黑马 自己的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我就是黑马 小时候开始他们就叫你要有梦想 跟你真的有了梦想 又说了其实无关同样 哎呀 我说过为爸爸妈妈老是校长 他做个梦又不要钱 你活比八秒助长 他当了公务员 哎呀真的好有教养 其实还不是天天想到哪天可以中过大奖 他拿着你样的社保 而且生活看起来真好 记得心里想着要是睡梦 我也让他伸脚 我就是黑马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要叫你管 你管你管 你以为你是哪个算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要叫你管 自己的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我就是一笔黑马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要叫你管 我就是一笔黑马 自己的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我就是黑黑黑马 好激动啊 在前几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呢 有好多的网友 每天像打卡报道一样的 跑到了我的微博 来问候我的全家 感谢你们的关心 他们都会对我说 刘教授啊 你到底凭什么能晋级啊 说实话我也想不通 我就发起了一个投票 你觉得刘教授为什么可以晋级呢 A 因为天生有一把好嗓子 B 因为机智幽默 最后有97%的网友选择了 因为台长是我的亲爹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一段话吗 因为我唱歌真的需要休息 A 说了那么多久的说说我自己 有好多网友问我你凭什么能晋级 刚开始我想可能是我唱过太阳气 我早处回放一看哈那简直是奇迹 我不是一个过手 但有一说会写过的手 更重要是我有一张那会说话的口 美国人都有可能会是一匹黑色的马 当有人说成当事你就破一荡的脚 我就是黑马 要你管 我不要不要小你管 你管你管 你以为你是哪个算 要你管 我不要不要小你管 自己的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这位选手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哎呀天天追着我问呢 我倒真的要想一下我有什么梦 我就是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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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你管 你以为你是哪个算 我就是黑马 我要你管 我不要不要小你管 自己的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我就是黑马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刘教授 说实话真的挺让人惊喜的 不过我担心你排场搞这么大 很多人会担心你真的有后台 台掌不是你亲爹也会是你干爹的 对 台掌真的不是我的亲爹 也不是干爹 也不是干爹 没有关系 我觉得不要说了 越说的话你这匹黑马会越描越黑的 我很担心你这样炫富式的表演 我们的梦想观察员 会不会支持和认可 你们的感觉 赵薇平平点头 我觉得他特别好 他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闪亮登场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有智慧 而且他特别有这种群众的智慧 因为你看他选这首黑马 他很知道利用这种气场的力量 然后刚刚看那几个他一直跟随着跳舞的小女孩 他们有动作是朝着观众在磕头呢 哎呀 这好多段 无形当中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解人情世故 然后给他多大的台 他就能够有多大的胆的那种选手 谢谢赵薇老师 我纠正一下 那个叫自禁 磕头好像有点乖乖的 他叫自禁不叫磕头 叫自禁不叫磕头 他叫自禁不叫磕头 对对对 刘教授 刘教授 刘教授现在都可以去叫人家赵薇了 不得了了 没有 私下叫我小薇薇 刘教授现在真的红了 是吧刘教授 还好有那么一点点 好 你转过来我看看你辫子有没有翘起来啊 哎呦 还在还在 真的你很棒 其实我差点去你的微博留言了 真的你从第一场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个痞子 到现在在台上完全散发的明星的光芒 非常棒 你是处女座对吧 我是处女座 处女座就是优秀 哈哈哈 是我往里面给自己拉票吗 刘焱 刘教授真的就像你刚才前面说的就是最无聊的事情 哪怕最无聊的事情但用最认真的态度去做 你的认真我们看到了 然后刚才在台上呢 你的这个 是你老婆是吧 刚才那个 问你画的什么梦想的那个人 呃 那是一个呃 一个演员 那你的梦想 刚才你没回答 现在可以再说一下吗 我的 我的梦想是什么吗 嗯 对 哎呦 好怕回答这个问题啊 呃 因为说实话 我是一个不是太爱做梦的人 我在 来大人秀之前是这样啊 但是其实来了这边之后 我就发现啊 就是 你说连我这样 你都可以进全国六强啊 我就在想 那还有什么梦是不敢做的呢 所以我的梦就会开始想 呃 越做越大 但是我其实是一个 喜欢 要谈做梦 喜欢脚踏实地来做梦的人 我觉得我们每次说梦想 好 不是讽刺谁哈 好多人就说 我要当中国的什么Michael啊 或者我要 当全世界都晓得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 太大了 比如说我近期的一个梦想 就是 希望 再一次来到上海之后 可以住一个好一点的酒店 但是 导演组没有让我实现 在 你今后人如果带少一点的话 导演组会让你住的比较多 比较好的 真的吗 住那种350块钱的一晚上呢 好像差不了蛮多啊 比如说我一直就觉得 这个微博的粉丝 要是能够长一点就好了 当然跟这个四位老师比 比不了啊 我上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呢 就是十分钟就长了这个 一万个粉丝 我是觉得还蛮惊奇的 这就是一个小梦想 我觉得人生不一定要喊口号 一个一个梦想 叫他实地的实现 再往大的梦想来靠近 这比较靠谱一点啊 刘老师 你看大家给你掌声 你讲得非常好 从海选到 到这个大淘沙 到冲丝叶到现在 你一直戴着墨镜 我们很好奇 为什么一直戴着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先回答一下刘老师的问题啊 不要闹不要闹 在比赛一载 好多的网友也是 都说猜测我是不是这个 就是对眼 我就想纠正一下 我其实真的不是对眼啊 刘老师问 认真地问这个事情是吧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因为我演出我觉得 可以不用化妆 或做发型 就是我觉得蛮方便 可以遮一遮嘛 就不用化妆了 然后因为我写歌 总是会 写一些讽刺心理歌嘛 我总觉得躲在这个帽子 和眼睛之后 我会有一点安全感 就起码 别人想妈或者想怎么 他也找不到我是哪个我 对不对 你当这顶帽子是安全帽 我觉得还蛮安全的 主要是这个原因 非常满意 谢谢大家 刚才我们的刘教授 有一句话很重要 如果他都能够进全国六强的话 那像尹苏莉这样的 应该是年度达人了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掌声请出 我们的尹苏莉和刘教授一起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我们刘教授和尹苏莉面对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家媒体评审的抉择时间了 相信此刻尹苏莉也会有很多话要讲 对我们的媒体评审 哇 我既然大家这么喜欢我 我都已经被复活了 我想应该也不会这么忍心一脚再把我踹出去吧 谢谢 一直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 对 我们祝福你今晚和刘教授在一起有比刘教授更好的运气 我觉得应该有吧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刘教授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 爱笑的女孩确实运气很好 但是其实评文老师也不一定不忍心把你踹出去 因为马年嘛我不想再次回头炒了 我已经走过一次了这边 你当心刘教授会发展你招募你做他的伴舞啊 真的 那他还是跟我玩柔树吧 不 我就拉一下票哈 其实 刚才我知道跟他PK以后 我就觉得假如我可以赢的话 就是几乎是一个奇迹 其实我来到这个打量秀之后 我不知道评文老师有没有看过 我每天觉得真是开了眼界 就是我的周围都是什么 就天上飞的呀 然后什么说话说到一半开始图火的呀 或者把脚可以搬到脑袋上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功力太强大了 我觉得如果我赢了我觉得是个奇迹 但是真的再转念一想 中国达人秀应该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舞台 言下之意 有这么多达人选刘教授更是奇迹哈 我们的媒体评审究竟会选择谁 你们面对的选择按七号键 选择的是引速力按二号键 选择的是刘教授进入下一轮的冲刺 各位有六十秒钟的抉择时间 倒计时开始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自己选择的话 也可以大声说出来 相信我们的媒体评审 也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 各位还有十秒 各位还有十秒 时间到 究竟我们的一百五十位媒体评审 会选择刘教授还是引速力呢 如果选择引速力的话 在台上真的还会再次上演兄妹之争 他和尹中华 如果选刘教授的话 他当然高兴 但是今天晚上会有更多的网友 发你微博说台长就是你亲爹 究竟答案会是谁呢 请显示 刘教授获得的支持是68.25 恭喜刘教授和他的伙伴 如果有近镜头切到的话就可以看到 他所有的伙伴当中 只有一个女孩子哭了 那就是他太太 关系真的不一样 也再次把掌声送给 带给我们精彩表现 今天在台上 献上完美表演的引速力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